明天到晚安 早點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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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一粒蝦子 我終於更新了 這次也是第一次 在那个网上公开自己的高清素颜 有点慌 然后今天呢 想画一个适合新年写真的报复妆容 希望大家过年也能拿到这么多火爆 那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接着往下看吧 走走 今天画完以后 然后要去拍一个新年报复的照片 每年都说着要报复 从来都没有报复过 在化妆前想要来我家 他其实早就应该来了 这是我们的道具 听说前两天就到了上海 然后一直没有给他派唆 然后人家就杀到卖快递公司 这两天是年货节的原因吧 就快递特别的大 怎么这么白 其实真的 现实没有这么白 甚至光的原因 怎么会这样 好像能够 这样我的手也很白 这是这里光线原因吧 不然我这么黑的 乌龟爪子怎么可能会这么白呢 其实我今天做发型用的 我也上单的那种很可爱的 就是罗娘也会用的那种 毛毛的那种发圈 但是也没到 每次就是涂完粉底以后 就感觉自己像个人了 自由度独 my hard 哇哇来点灯 新叶红帮着便砲 心筹 這面畫得好一點 嘿嘿嘿 這面畫得好一點 左右不對稱 這個新年報復妝主要是 想用以這個金色跟 偏紅色為主 所以用到的會是這個 老虎盤 還有這個非常古早的 KATE的骨幹眼影 紅色部分會用到 4號 像這種大面積的話 我覺得是 可以用手上妝 因為我今天看見雜首 就說用刷子 多了的話 因為你如果每天都有刷子刷子 它對眼皮這一塊眼皮這一塊 那個皮膚又是最薄的 就是會負擔會很重 你每天刷一次 你這樣可能覺得OK 但其實你乘以365天 就是對眼皮的傷害 還是會有的 這骨幹的第二個顏色 覆蓋在雙眼皮 九隻裡面 這樣的感覺 金色戰 有的 再用卡妹14號 就看 有個偏紅一點的顏色 一點點 就這樣 就是很閃的 不行吧 這樣就會有 很亮的感覺 可以用一個 紅一點的這個 愛理小五的眼影放 筆頭是這樣的 扁平的這種 所以在填充你的 什麼睫毛根部的手 就比較方便 就是這樣 在填充你的 尾部都要既然延伸出來就好 這邊有一點太陽花了 它主要因為裡面 我含的是 黑色的這個纖維 就塗上會延長你的睫毛 像之前也很火的那個 Kate的睫毛打底我也有嘛 它是白色的纖維 就是你等於 你塗上去以後 你還是一定要用 要用睫毛膏再上的 但這個黑色的話 像你日常 你可能就 塗一個這個就OK了 長了很多 小妹妹 小妹妹 啪啪啪啪 啪啪啪 啪啪啪 哼哼 笑容盤 眼影盤 它已經啪啪了 怎麼還這麼亮 這麼爆 好 這樣你想 說的 這樣我的下巴短一點 看起來可愛一點吧 一般像現在大家喜歡的那種 比較 幼齒的臉 它們都是屬於這種 下巴這裡塊比較短 然後 這兩邊這樣拉出來 這種感覺 大家現在比較喜歡吧 我用這裡面的高光 因為我的鼻頭比較圓 所以我 在上高光的時候 就不會把這一塊也打到 反正這一塊已經 這麼肥了 這麼肥美 你稍微那麼 你稍微帶一點 反正有流海 我也看不到 一直來高光 然後還會再眼睛的 眼角這樣 眼睛再加一點 這樣的話 最好也是這一塊搶照 看看眼睛也會更大一點 然後是 令人 開心 激動的 腮紅部分 星圓我們今天就用紅一點的 對於 刷一下腮紅 然後刷一下 這樣的話 就是腮紅上出來的顏色 它不會那麼準 也不太會 一下子 還有口皮 可可愛愛 沒有腦袋 這裡就剩下最後一個 牙絲然帶 這個真的很紅 最紅 就是不是很難 塗太順滑了 由於太過順滑 經常會手抖 好 好 好 那這裡這個妝就差不多 就完成了 好 接下來去讓我換個衣 然後我們開始弄頭髮 嘛 看 瀏海捲 我最近的瀏海不是很長 然後如果一直用瀏海捲固定的話 拆下來的時候 它就會特別的 特別的 偶上 就不好看 然後就現在先這樣 換到 要用了 它的手在 這樣 打Z型 已經 扎起來 看是不是這樣扎 我用我自己的頭髮就太少了 它其實有一個夾子嘛 然後有一個線 一個線 把夾子 這樣束著 卡進去 然後綁在你的頭髮上 哎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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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看現在有點高嘛 就這邊很高 然後馬這樣一壓就好 吃春麗頭 好 綁的那個袋子 然後也給它用U架這樣藏一下 一邊這樣就 現在兩個都已經做好了 然後我們把這個 定 這個拿下來 要束著下去 然後到發尾的時候 稍微這樣往裡面扣一下就好了 就覺得穿的就是比較可愛 這個也是 來 然後像你 嗯 旁邊的這種瀏海的話 就是你夾的時候 如果你是放下來的話 可以跟後面一點點頭髮 拿在一起這樣 不會失敗的訣竅的話 就是 你每次 捲一點 然後分層捲一點 這樣就上面 上面一點這樣 撥下來 上面再多捲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兩邊戴上髮飾的話就OK了 現在抓緊 因為他要上街 我沒有電 我電池還沒到 這樣 真可愛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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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